好既然知道激素有这么多的类型 那激素是如何作用的呢 激素如何在细胞上来做讯息的传递呢 我们就要一直追到上个世纪的五年代 美国科学家萨德伦 他当时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那时候科学家已经知道 肾上腺素可以调节肝糖分解 让你血糖增加 当时已经知道了 肾上腺素作用之后 肝脏中的肝糖会分解 让血糖增加 知道它会增加血糖 但它如何运作的一直不知道 那萨德伦就做了一系列的腺 他发现 如果你把肾上腺素 直接用显微注射的方式 打到肝细胞里面 打到细胞里面 没有任何的反应 代表激素不是进入细胞内反应的 它在细胞表面 由表面上的受体 抓到这个肾上腺素 引发细胞内的虚拟传定 才引发作用的 所以肾上腺素 就算进入细胞 也没有任何反应 它必须在细胞的表面 好 他就继续研究研究 发现在细胞表面 增至到受体 然后到细胞内产生反应 他就找到了原来基数 叫做第一个传递讯息的家伙 称为第一传递者 First Messenger 后来在细胞内 会产生第二种讯息传递分子 就叫第二个传递物质 叫Second Messenger 好 这个第二传递者 他也发现出来是什么了 是Cyclic AMP这个物质 我们电话号 有记录它是什么 好 他就是因为做了这一系列研究 发现原来很多基数 本身不会进入细胞里面 而是在细胞膜上的受体抓住 侦测好之后 引发细胞内的后面的虚拟传递 引发第二传递者 甚至第三传递者 第四传递者 把虚拟传到细胞内 他因为这样的研究 得到1971年 都被的生物医学家 终于知道基数是如何运作的模式了 好 那我们看看 随着萨德的研究不断的进展 我们其他科学家也发现 原来基数 基数不完全只有像次端上基数这样的作用 细胞膜上的水里抓住之后 第一传递者把讯号传给第二传递者 这是其中一种类型 但也有一些基数是直接进入到细胞里面 因为它的受体在细胞里面 也发现这样的性质了 所以我们就把目前已知道基数的作用原理跟分类 一次为各位介绍 好的 我们的基数作用可以分为两种 它们的差别在于 跟基数结合的受体是在细胞的外面 还是在细胞的里面分为两种 先看第一种 受体在细胞膜的上面在外面 基数在细胞外就要抓到受体上 而不会进入细胞里面去的 一般是水溶性基数 因为水溶性基数进不了细胞 细胞膜是脂溶性的 所以在细胞外面的水溶性基数 就由受体侦测来产生讯息传递 好 细胞膜上的受体抓到之后 会让一个酵素活化 这个酵素叫腺甘酸缓化酶 腺甘酸是什么 它的全名叫腺飘零合甘酸 就是A 对 它是谁 它就是ATP ADP AMP 这个东西 这叫三菱酸腺飘零合甘酸 它就是腺甘酸 好 腺甘酸活化酶 会把ATP催化后 变成 Cyclic AMP 那是什么 AMP就AMP AMP就是单磷酸 腺飘零合甘酸 但它的分子 缓成一圈 所以前面这个小C 叫Cyclic 缓化的 缓起来的 变成一个圆圈圈的 所以这个酵素 为什么叫腺甘酸 缓化酶 它分解ATP 让AMP 缓起来 我们等一下会有图给大家看 好 这个Cyclic AMP 是平常看不到的 一旦它的浓度上升之后 就引发了其他酵素活化 所以这个Cyclic AMP 就是Cyc 第二传讯者 当时萨德文就发现 这个酵素活化了 之后会让 第二传讯者 增加 而引发细胞的顺利反应 包含 甘糖分解酶 把甘糖分解 产生葡萄糖 葡萄糖 四棒招学义中 增加血糖 以上这是细胞外的受体 抓到讯息分子 这个first的message 第二传讯者是激素 然后引发细胞内的secondmessage 这个团化的secondmessage 就引发了后面的讯息传递 它的作用时间很快 而且具有放大效果 什么叫放大效果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先到这边顶住 另外一群激素作用的原理 是它的受理位于细胞质里面 就是指激素不用在细胞表面 而直接穿过细胞膜 一般是子溶性激素 直接进来 进来之后会在细胞内 跟激素的受体结合 形成激素受体复合体 这个激素受体复合体 会直接到基因上 引发基因的表现 基因开始转入转移 各位还记得转入吗 一个基因压表现 先转入出mRNA 再细胞质转移出蛋白质 就这样表现了 所以这个受体在细胞质 通常是固存类的子溶性激素 然后引发基因直接表现了 所以它的讯息传逸者 就是激素跟复合体集合在一起的 激素受体复合物 直接引发基因的表现 基因的表现比较慢 比较慢 因为你要先转入 还要转移 不要觉得它很快 转入还要转入后修饰 转入出mRNA 要加头加尾受生 形成成熟的mRNA 跑到细胞质 要进行核档体的转移 转移出多胎质之后 还要折叠切割加测链 才会成熟成蛋白质 所以当基因要表现时 它的反应会比较慢 但是也会比较持久 因为基因一直在表现 一旦表现了 就表现了很久 好 所以我们这两种 受体在细胞膜上的 重要是来得快 去得快 受体在细胞质中的反应 会反应得比较慢 但是会比较持久 因为它表现的是 基因直接表现 而不是只有活化 消失这么快而已 好 我们来看示意图了 这个图就要好好讲仔细了 如果你的受体在细胞膜表面 基础一旦接上去之后 会活化了 塞给AMP合成酶 或叫做腺甘酸还化酶 它有不同的别名 腺甘酸还化酶 就让AMP还化成塞给AMP 那不就是塞给AMP合成吗 它让ATP还化成塞给AMP 怎么还化呢 请看下面的示意图 三磷酸腺飘零和甘酸 它本来长这样子 经过了酵素缺化之后 变成这个 你看它被这边缓起来了 本来应该没有缓起来 我们这边缓起来了 本来没有缓 后来缓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叫塞给AMP合成 因为它把AMP缓起来 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分子 缓起来的塞给AMP 它是塞给Message 它是第二传统者 就可以活化其他的酵素 很快速的让酵素就活化起来 就产生反应 但如果今天你的这个子容器技术 是到细胞里面才跟受理结合 这个基数受理复合体会直接表现 直接作用在基因上面 让基因开始活化 转入转移开始表现基因 所以会比较慢 但是也比较持久 好 那为什么这个有第一跟第二传逸者 这些水溶性基数会活化的比较快 而且有所谓的放大效应 这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放大效应 放大 它的作用会又快又猛 来得快 而且反应很大 又快又大 有放大效应 这个放写错字 我写发大了 放大 好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个比喻 今天有一个受体 它抓住了一个基数 所以就有一个基数受理复合体 它活化了10个 Psychic AMP 黄化酶 或是叫合成酶 好 那这每一个又活化10个酵素 所以是活化了100个 这个酵素 再活化下一个酵素 又变1000个 有发现没有 我是1活化10 10活化100 100活化1000 就这样不断的放大 所以一个基数 活化了1000个酵素 它是一层一层的放大 我现在算好心 我只放大10倍 如果每一层都放大100倍 这就是1万 下一层就是1万 再乘加两个0 就100万 像这个我们一般称为 瀑布式的放大 所以会又快 反应又很大 但是很快就消除掉 因为当酵素没有活性 它就死掉了 就没有活性了 但如果你是活化基因的话 就会很慢 但是会比较久 所以水溶性基数 一般是来得快 去得快 子溶性基数 一般反应会比较慢 但是也会比较持久 各位 我们讲过的子溶性基数 就是固存类基数 性基数 就是 出用时间比较慢 但是出用时间会比较久 肾上腺素 就是水溶性基数 它会出用很快 但很快也会消退 所以我们就大概把基数 分为水溶性跟子溶性 两类来做简单的区分 水溶性 水溶性跟子溶性基数的作用 我们就讲完了 把这水溶性 子溶性写在这里 水溶性一般收理在细胞膜上 子溶性一般收理在细胞内 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好 以上高中课程的范围讲完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补充一点 以上所讲的这个通则 其实可能不存在 也就是水溶性基数 它的受理真的都在膜上吗 不一定 子溶性基数 它的受理都在细胞内吗 不一定 但是我们高中课程是很简化的 就大概区分为 水溶性基数受理在膜上 子溶性基数受理在细胞质内 但是有一堆例外 而且例外还蛮复杂的 我再举个例子 甲状腺素是不是子溶性基数 我们总共之前说 甲状腺素是子溶性基数 但它的受体在细胞膜表面 诡异了 所以马上举个反例 水溶性基数的受理在膜上 子溶性基数的受理在细胞内 甲状腺素是子溶性的 但它的受理偏偏就在细胞膜上面 引发Saker Message的活化 所以有一堆例外 所以虽然我们教科书 这一段还是我写的 我们是这样写的 因为从古道经 高中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 但是我要进行大家 它只是个大概的通责 而且这个通责 其实没有这么的牢靠 有一堆例外 慢慢发现了 萨德伦发现 肾上腺素的受理在膜上 但是后来发现 它的细胞内也有受体 也可以活化基因 那固醇类基数的受理在细胞里面 我们也发现有些固醇类的基数 它的受体也有在膜上的 也就是都有啦 只是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受体的分布 有不同的效果而已 但是各位 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记住高中课本 所写的分类法则 先把学测跟指考考好 到了大学之后 你才会学到 其实高中所学的通责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通责 生物是有多样性的 非常多的变化来让你生存的下去 以上我们就把基数中的原理 跟它的类型 大概简介到这边